讲好三农重要职,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这里是三农雷哥 感谢平台邀请我参加日落松山 曼平登峰即百度繁星大会登峰站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景点呢 可以说是我们河南唯一的一个历史上千年的 河南悬崖 这个悬崖呢可以说很多人真的是不敢去啊 因为太危险了 在我这儿去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大奇迹 有好几个七八十的老年人在上面聚聚着 老年人在上面聚聚着 他们到底在干嘛呢 来,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赶紧去 我们河南的这个悬崖 没人敢去的悬崖 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 看看这样的一个悬崖 你敢不敢去呢 来,跟随镜头 咱们上前出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去我们河南的这个悬崖山呢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荣幸 因为这次也是同我们上百位自媒体创作者 一同前去的 也是非常荣幸 首先呢 我们来到的就是这个山上 去这个山上呢 熊崖山上面必须做这样的一个锁形车啊 好像就能叫这样的一个称呼的 大通视频呢 咱们呢都可以看得出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设备 然后坐上去啊 装去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到山的那边观光更多的这个景色 同时呢 我也在这个坐上这个车的时候 也拍摄了一个视频啊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环境呢 也是确实非常的不错啊 非常的好看 在我小的时候呢 我也在想一下事情 我觉得我们河南是没有山的 结果呢 河南还是有山的啊 就是在我们河南的登峰松山啊 可见我以前那个知识啊 真的是太缺乏了 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真的是太可怕了 是不是朋友们 大通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哎呀 这个环境呢 真的是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漂亮 而且空气呢 也是非常的新鲜 是吧 朋友们 像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可以说 在我们河南松山呢 可以说也是数得着的一个旅游景点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作为我们三中自媒体作者来说呢 也是非常的荣幸 参加这一次活动吧 也是非常的高兴 吃饱朋友们 我们坐这个车呢 坐了大概是有 将近有15分钟的时间 结果来到了这个山的这个周围 悬崖山的这个周边 大通视频呢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啊 这个悬崖山景色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啊 我们就随着 呃 这个 呃 什么 旅游记者啊 呃 还有导游啊 跟我们一块去前面指引 我们跟着他的他的脚步呢 随后跟着 这样子我们会更了解这个山的这个来历 是吧 朋友们 当我到达这个路边上的时候呢 同时发现了很多年龄比较大的 呃 70多岁 甚至80多岁的老人 聚住在这个山上啊 呃 聚住山上呢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 摆一下摊啊 卖一下东西 就是卖给 呃 爱旅游的一些朋友吧 是吧 欢迎买 呃 另外呢 大通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高额 而且非常伟大的一座山 啊 看起来特别气派吧 欢迎买 啊 说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